230 星島日報 大希臘新書論進教改 2015年7月22日星島教育F01教育點評程上達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作曲《中人山》 今屆書展的話題不小 情上達之道教改三頭馬車之一 仁愛唐田嘉炳中學創校校長大希臘 今年出版新書教育風雲三十年 訪問如十名曾參與教育改革的重量級嘉賓 並輯錄他就教育議題點評的報章專欄 對教改過程作出回顧與總結 值得深入探討 羅范昭芬不肚不快大希臘校長衛生書走訪了十六名教育界人士 包括與他同意為教改三頭馬車的良感從語情介名 而兩人則被刻意編在書中開手兩個章節 書中訪談在去年底至今年初進行 話題離不開佔領運動 雖然香港中學校長會提出走出一埋系列活動 試圖撫平後佔領的社會司令 但該書訪問了立法會主席曾玉成 他認為教育界無需特殊的活動或課程修補佔領運動的社會司令 他說教書的教書 讀書的讀書 這是最好的辦法 他只分歧不會輕易消失 應該對年輕一代多點信心 理解他們的訴求 不相信年輕人接受冠書一些所謂 正確的價值觀給他們 就能撥亂反正 不過前立法會主席兼人大常委范徐黎泰就認為佔領運動破壞法治基石 教育政策責無旁貸 我們是沒有做好教育的工作 未能讓他們客觀地去分析一些事情 填北辰狠批教育政策回歸教育議題 令人關注莫過於當年主管教改的前教育統籌局 即教育局前身 常任秘書長羅范招勳 在書中被問到有何不吐不快 羅太就以語文基準事為例 即指教育界欠缺承擔的勇氣 出現問題的時候 背後的人都不見了 剛上任就要面對教師排山倒海的反對 而委員會日X主義的人卻消失此的 他在訪問也承認教改推行過急 未有照顧學校情況 與教師及家長溝通亦不足 同樣是不吐不快的問題 曾任與常會主席的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就懇批教學語言政策 無與教學連外意識到 原來政府是沒有既定理念 換了一個老闆之後 理念也會隨之改變 原來擔任公職也得看老闆臉色 他要你推行什麼政策 你就要去做 完全沒有自己的立場 在如今教學語言再未條突然叫停之際 田而肖的說法 確有參考價值 肖漢風雲 教改衝衝十五年 人與時己經脈轉身而 教育政策豈有一成不變之理 請上達相信 大家讀過大希臘校長的新書後 對於本港教育政策何去何從 必定有所啟發 電郵ed.critics at singtaro.com